第十六集 马车忽然一顿,停了下来 李明云眉头微拧,问道 文山,何事? 马车外,文山回道 有人拦马车 李明云先开车帘,林兰也探头出去 不尽心头一脸 站在路中央拦住马车的,正是金宝柱 你去见见吧 李明云淡淡开口 林兰下了马车,朝金宝柱走去 宝柱见林兰下来了 站在原地哼哼傻笑 只是眼中的落寞和不舍 却是暴露了他此时的心情 林兰刻意避开宝柱头来的目光 灿然一笑 宝柱哥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我来送送你 宝柱咧着嘴笑 把手中的篮子往前一送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 这篮子鸡蛋你带着路上吃 林兰盯着那满满一篮子鸡蛋 回想起以前 宝柱总是在半道上等着他 然后殷勤地塞鸭蛋给他吃的情形 心头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很难受 看林兰不接 宝柱的手尴尬地顿在那 知悟着解释道 我,我知道你不喜欢吃鸭蛋 所以,我特意养了几只鸡 林兰盲上前 把鸡蛋接了过来 努力地笑着 鸡蛋我喜欢 宝柱如释重负地笑了 挠挠头皮 你,你喜欢就好 小姐,该走了 引柳尊少爷之命来催林兰 林兰回头答应 知道了 宝柱哥 我要走了 你自己多保重 好好孝顺你娘 知道了 你也要多保重 如果 如果 宝柱看了看马车 吞吞吐吐 如果什么 没,没什么 林兰,你快上车吧 我也要回去了 宝柱善善 她原想说 如果李秀才欺负她 她一定会帮她出气 可想想,又觉得不妥 她有什么资格说这话呢 啊,那我走了 宝柱用力点头 看着林兰上了马车 摸索马车走远 宝柱的笑容 才渐渐隐去 目光变得坚定有力 默默地说 林兰 等我存够了钱 就去京城找你 林兰坐在马车上 对着一篮子鸡蛋发呆 沉甸甸的鸡蛋 是宝柱沉甸甸的心意 她虽不喜欢宝柱 但宝柱对她的好 她会记在心里 永远不会忘记 曾经有个傻傻的大男孩 总是跟着她 她开心的时候 陪着她笑 她不开心的时候 哄她笑 李明兰也盯着那篮子鸡蛋 却是一句话也没有说 两人一路无话回到叶家 玉蓉已经开始整理行李 林兰看屋子里横七竖八的 放了好几只香龙 不禁恶然 她有这么多东西吗 玉蓉指着放在最里面那只箱子说 二夫人命人把小姐的新衣送来了 林兰大喜 雀跃着 这么快 我看看 我看看 说着 忙去开箱子 把新衣一件件拿出来 在身上鄙视 边问银柳和玉蓉 怎么样 好看吗 银柳笑道 当然好看 姑娘穿什么都好看 很官方的回答 玉蓉含蓄地笑了笑 指着桌上的一个匣子说 胡姬药房也送了东西来 林兰第一反应就是 是不是师父送什么古医药集给她 小说里 电视里 不都是这么写这么演的吗 徒弟要远行了 师父就拿出一本 可以惊世骇俗的秘籍 林兰又兴奋地去开那匣子 一打开 林兰脸色大变 慌忙啪的一声 将匣子盖上 回头紧张地问玉蓉 这匣子你打开过吗 玉蓉摇头 林兰暗虚了口气 幸好幸好 心里骂道 这是哪个去的鬼出的搜主意 林兰抱了匣子去礼物 银柳和玉蓉 看林兰鬼鬼祟祟的样子 不由得面面相怯 那匣子里到底装了什么 把姑娘给吓得 脸色都变了 第二天 出发的日子 林兰终于见到了 传说中的大善人 叶老太爷 大善人看着 倒是一脸慈眉善目 只是那双和蔼中 透着犀利的眼睛 盯着你看的时候 会有一种 面对一台X光机的感觉 所有的心思 无所遁形 林兰给出忠诚的评价 李明允扮猪吃老虎的本事 绝对遗传自他这位外祖 叶老太爷 对林兰招招手 叫他过去 林兰奄然一笑 乖乖地走过去 恭敬地行了个礼 甜甜地叫了声 外祖父 叶老太爷眼睛眯着 笑容和许 又对林兰招招手 示意他凑近些 林兰瞄了眼 一旁严肃的 面无表情的 叶老夫人 恭顺地往前走了两步 叶老太爷 敲声说 明允他娘 在京城 还有两座庄子 十八间铺面 这些 你若能弄回来 我做主 分你一半 林兰诧异地抬头 但见叶老太爷笑里 透着鼓励的神色 心里有些吃不定 这老头是在跟他开玩笑 还是咋的 两座庄子有多大 林兰不知道 十八间铺面 是在黄金地端 还是角落头 也不清楚 凭直觉 这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分一半 那他岂不是大发了 林兰又瞄了眼 叶老夫人 只见他嘴角微触了一下 林兰迟出着问 当真 叶老太爷笑 和和地点头 哼 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众赏之下 必有勇夫 林兰顿身豪情万丈 这桩生意 他无论如何要接下 林兰扑闪着大眼睛 玩笑道 哼 到时候外祖父可别舍不得 李明云走进来 对外祖父外祖母深深奕奕 外祖父 外祖母 生儿这就先别过 来日再回丰安 看望二老 看着外甥就要离开 叶老夫人严肃不在 转而是一脸的不舍 眼眶也湿润起来 此次去京城 当以自己的虔诚为重 莫要意气用事 外祖母安心 生儿自有分寸 倒是外祖母 一定要保重身体 免得生儿牵挂 明云啊 要走就赶快走 别急急歪歪 惹你外祖母伤心 叶老太爷不耐烦地挥挥手 叶老夫人一眼瞪过去 趁怒道 你少惹我生气才是正经 叶老太爷盲闭上嘴 瞅了眼灵蓝 无奈地皱皱眉 似乎在说 女人就是麻烦 林兰心里好笑 这个外祖还挺有趣 周妈 那边的事就拜托你了 叶老夫人拍拍掺着 她的周妈的手 郑重嘱咐 周妈抹了抹眼角的湿润 点点头 老夫人 您自个儿要多保重 林兰惊讶 什么 叶老夫人把身边的头等 匍匐也派过去 林兰 叶老夫人唤她 林兰赶忙宁神 认真听叶老夫人指示 我把周妈派给你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周妈 我还是那句话 我还是那句话 这担子你既然挑了 就给我挑好了 稳住了 要是你敢半路撂担子 我可不答应 叶老夫人口气威严 林兰干笑两声 哪能呢 我林兰可是个有始有终的人 如此甚好 叶老夫人不嫌不淡地说道 有丫鬟来催 马车都准备好了 叶老夫人神情一暗 望向李明允的目光 充满了不舍 似有千言万语 终究化作一声叹息 走吧 走吧 林兰和李明允 这才行礼退下 瞧你 说好不掉眼泪 又没忍住 明允又不是一去不回了 四下无人了 叶老太爷才和声安慰道 你还说 一张嘴 就把明允的一半家当 给翻出去了 叶老夫人抹着泪 怨怪着说 叶老太爷不以为然地扬眉 就算全给外人 我也不愿意再给那贱人一分一毫 欺负了我叶家人 还想霸着我叶家的财产 没门 凭啥给外人 那是明允的东西 要你来做主 再说 我已经许了那丫头三千两银子 够她用上一辈子的了 叶老夫人美好气道 叶老太爷 疑了一声 你什么时候许她的 我怎么不知道 叶老夫人想到那份合约 心里就堵得慌 倒不是心疼那三千两 只是这丫头不简单 回头别把明允给赔进去了 叶老夫人心烦意乱 你许她东西的时候 问过我吗 我又凭什么要告诉你 叶老太爷被呛了一句 也不生气 反而笑嘻嘻地说 他若有那个本事 那也是他该得的 这说明 咱们英雄所见略同 呸 别往自己脸上贴金 当初要不是你松了口 咱们威尔也不至于 被人欺辱至此 叶老夫人甩脸就走 留下个叶老太爷 在那里唏嘘感叹 夫人为这事 已经怨了她多年 林兰跟着李明允出了夜府 看着庞大的车队 不尽傻眼 光轻微马车就是五辆 还有装载行李的平板车七辆 丫鬟婆子七八个 还有十几个 身强力壮的车夫和护卫 这样的队伍 不管走到哪里 都很扎眼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走标的呢 周妈看见林兰 错愕的表情 解释道 你和少爷 各一辆马车 二小姐一辆 我一辆 还有二小姐的奶娘一辆 其余的 都是装行李的 老夫人还派了 家中比较得力的贵嫂 一家跟了去 咱们先到林安府 然后走水路进京 林兰看到叶心儿 和气势母女 在第三辆马车边说话 最末的那辆马车旁 有一个长得壮实 眉眼都透着精明的夫人 在指挥丫鬟 把东西搬上车 周妈 那就是贵嫂 周妈没有正面回答 以前小姐在家时 贵嫂就是伺候小姐的 其实见林兰等人出来了 笑盈盈地迎上前 林兰啊 此去金城 路途遥远 一路上可得注意身子啊 那边叶克尔 狠狠地甩了一记白眼过来 又跟叶心儿嘀咕 不知道说些什么 叶心儿只是含笑不语 林兰笑道 多谢旧母关怀 林兰已经上了第一辆马车 闻山过来 给林兰抱拳一礼 少夫人 少爷说该出发了 要赶连安府的船 过了日子船可不等人的 林兰又跟气势寒暄了几句 上了第二辆马车 银柳和玉蓉 与她同乘一车 林兰纳闷道 少爷身边 怎么没有个丫头伺候 银柳回说 少爷只让文山和冬子伺候大 林兰心道 这家伙还算正派 一般大户人家的公子 哪个身边没有几个漂亮丫头 贾宝玉那么钟情林黛玉 还和身边的习人胡搞呢 冬子又是谁 冬子是跟少爷从京城来的 这几年少爷在建西村 为王母熟孝 冬子就住在叶府 不过今年年初 少爷把冬子派出去了 也不知道去做什么 银柳之无不言 肯定是要紧的事吧 林兰心想 马车是富贵人家才有的享受 可跟现代的汽车比起来 不管是舒适度还是速度都是天差地别 做了大半天 林兰就被晃得头晕 看银柳和玉蓉的脸色也不太好看 你们晕车不 林兰好心问道 玉蓉脸色发白 车子还好 只是那船从来没错过 不知道会不会晕船 银柳担心道 我们好歹年轻经得住 不知道周妈吃不吃得消 这倒是个严重的问题 此去京城 少说也得走一两个月 而且天气也越来越热了 要是半路上有人病了 耽误行程不说 病人也遭罪 林兰想了想说道 待会儿休息的时候 我去跟少爷说一声 到哪个小镇停一下 我去配点消暑和晕车的药来 以备不食之需 银柳文言 洗上眉梢 我怎么忘了 姑娘就是个大夫 这下可好了 大家有救了 玉蓉一旁认真纠正道 银柳 你又忘了周妈的吩咐 上了马车 就不能再换姑娘 要叫少夫人 银柳顽皮地吐了吐舌头 笑嘻嘻地说 玉蓉姐姐教训的是 少夫人 马车外一阵吵杂 随即车队停了下来 银柳 你去看看什么事 林兰吩咐道 银柳哀了一声 下车去 须鱼回来 说 二小姐吃不消了 吐得昏天暗地 丁妈妈让车队烧停一会儿 让二小姐缓一缓 真是娇贵 林兰心里鄙夷 随即想起周妈 关心地问 周妈如何 银柳回说 周妈还好 我去看过了 林兰放下心来 叶心儿吐不吐 她才不来管 赤梁忽然被人掀开 是李明允 神色担忧地问 你还行 林兰睁大眼 让自己看着很精神 满不在乎地说 我没事啊 李明允的目光 在她脸上稍作逗留 确定她没事 说 前面不远有个小镇 今晚咱们就在那里落脚 顿了顿 她又说 你去看看表妹吧 她吐得厉害 林兰过去的时候 叶心儿正趴在车眼 吐黄水 听着声音很是痛苦 丁妈妈不停地 给她揉背顺气 很是心疼地说 这才第一日 就吐成这样 可怎生了得 两个丫鬟站在一旁 一是愁眉不展 神色担忧 周妈指使人 拿生姜片来 给叶心儿含着 可叶心儿闻到生姜味 反而吐得更厉害了 这法子不行啊 丁妈妈焦急得不得了 恨不得自己 替小姐难受 连两件一帮子 四人围着叶心儿 一筹莫展 便开枪道 大家都散开吧 让二小姐透透气 周人回头看着林兰 却没人动 林兰皱眉 你们这样围着她 她呼吸不到新鲜空气 只会越发难受的 周妈忙道 大家都散开些 少夫人学过齐皇之术 听少夫人的没错 说着 带头散开 林兰走过去 看了眼地上的呕吐 心中有数 气定神闲倒 谁去取一碗清水来 这会儿 马上有丫鬟自告 奋勇地说 奴婢去取 丁妈妈 你先让开 林兰上了马车 叫丁妈妈让位 丁妈妈将信将疑地 把已经吐得虚弱无力的 叶心儿交给林兰 林兰让叶心儿 枕在自己腿上 并拢食指和中指 按摇她的内关穴 便问丁妈妈 二小姐以前也坐过马车吧 是的 以前也晕车 不过没这次这般厉害 丁妈妈说 以后要乘车之前 让小姐吃清淡些 甜食是千万不能吃了 一个丫鬟祈祷 少夫人怎么知道 小姐吃了甜食 林兰撒笑 看看地上的呕吐物就知道了 绿豆汤虽然有极数的功效 但是太甜了 适得其反 还有 在马车上就不要看书了 那丫鬟三分惊讶 七分崇拜地看着林兰 按道 这位少夫人可真神 居然什么都知道 暗柔了一阵 叶星儿总算缓过神来 弱弱地说 苗嫂 让你受累了 林兰无所谓的笑笑 棘手之劳 以后乘车若是觉得晕了 就按这个穴位 可以缓解眩晕之症 不过最好的办法 还是闭目养身 能睡就睡一会儿 压缓取水回来 林兰让叶星儿把水喝了 说 你再坚持一下 前面不远就到镇上了 你表哥说 今晚咱们就在镇上落脚 叶星儿面带病容 一副我见油帘的模样 欠一道 都怪我没用 耽误了表哥的行程 这怎么能怪你 谁也不想生病的 林兰微笑着 带了引柳回自己的马车 少夫人可真厉害 叶星儿的丫鬟 林音小声地感叹了一句 叶星儿不由皱眉 望着林兰的背影 目光深凉复杂 叶星儿不由皱眉